大家好 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又到了一周標示回顧的時間 首先我們要重溫兩個星期之前 為大家介紹蘇富比的倫敦拍賣將會舉行了 已經舉行了 7月2日已經拍賣已故的英國製標大師George Daniel 他的Space Traveler 1破了世界紀錄 拍了3615,000英鎊折合港幣是3,500萬 這隻這麼珍貴的碗錶 George Daniel只做了23隻 在他一生裏只做了23隻懷錶 而這隻是其中一隻他自己最喜歡的 拍了這麼好的價錢 相信大家都非常開心 我們今星期的主題是另外一隻 慶祝50周年的標壇傳奇 話說在上世紀的60年代 因為社會風氣的改變 大家都傾向於一些比較運動的lifestyle 例如好像賽車一樣 所以大家都想有一隻自動上鏈的機械計時碗錶 去配合生活的節奏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很多品牌都竟商研發 希望做第一個推出自動上鏈機械計時碗錶的品牌 在1969年的時候 有三個單位 分別都說他們是第一個研發成功 自動上鏈機械計時碗錶的機械計時碗錶 是一個擺輪的擺輪 它的擺輪的頻率速度是每小時到36,000轉 即是可以計算到十分之一秒的準確度 alprimero推出之後 市場上大家都覺得這個機械真的很厲害 以一個計時機械來說 如果能夠計算到十分之一秒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成就 但alprimero也不是風平浪靜 一帆風順地發展 因為他們在1971年的時候 SANIF就賣了給芝加哥的SANIF radio 大家都可能知道70年代的時候 有這個石英的風波 因為大家當時都覺得石英標就是未來 所以SANIF當時曾經決定了要停產alprimero 還有他們還想將alprimero的所有設計的圖織 還有那些生產的儀器都要銷毀或者賣走 不過幸好當時SANIF有一位製標師 他叫Charles Wormont Charles覺得如果我們將這個這麼好的機械的設計圖織 以及他那個生產的儀器都銷毀 賣了去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他自把自為將這些東西 收埋在SANIF的廠房裏面 就沒有將它銷毀和賣出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令到SANIF有機會將來接到一宗大生意 究竟是什麼呢 原來在1980年代的時候 努力士都想為他們的Datona計時碗錶 是密色一個自動上鏈的計時機身 他們找找找找 在市場找了很久 最後他們心意 就是決定了用SANIF的alprimero 自動上鏈計時機身 就是因為SANIF的alprimero 他當時保存這些圖織和生產的儀器 才可以接到努力士 但是當時努力士就沒有把SANIF的alprimero 原裝地放進去Datona 他們是將擺頻降低了28,800轉 是希望令到穩定性和耐用性可以增加 為了慶祝alprimero的50周年 SANIF設計了一系列的紀念限量碗錶 其中一個我們覺得值得介紹的 是一個box set限量50套 每一套就有三隻錶 第一隻錶一定是復刻原汁原味 在1969年的alprimero A386這個型號 據說SANIF用了各種方法 令到這個復刻差不多達到完美 唯一的改良是把錶面變成了藍寶石水晶玻璃 錶底也是一個透明的藍寶石水晶玻璃的錶底 讓你可以看到alprimero的機芯運作 這個碗錶是一個38毫米鋼殼的碗錶 跟原本的一模一樣 第二隻碗錶是擁有Striking 10功能的alprimero碗錶 2010年SANIF推出Striking 10功能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它保留了alprimero 36000轉的每小時的擺盤 但設計了一組新的齒律 令到計時的中央指針可以每10秒環繞的碗錶走一轉 即是說anytime你停了計時功能的時候 那支指針可以讀到十分之一秒準確度的計時 這個Striking 10功能今次就擺在一隻叫做Chronomaster 21的碗錶 Chronomaster 21的直徑是42毫米 亦都是一個鋼殼碗錶 它擁有一個陶瓷的錶圈 令到你讀取十分之一的計時結果更加清晰 第三隻碗錶就更加高科技 這隻叫做SANIF Defry 21的碗錶 它擁有一個44毫米的鈦金屬碗 比較輕身一點 帶起來會舒服一點 這個Defry 21究竟有甚麼特別呢 原來它擁有兩個平衡擺盤 一個擺速是每小時三萬六千鑽 是正常的走時 另一個擺速達到三十六萬鑽 是專門用來計時的 而它的準確度可以達到一百分之一秒 所以這代表了SANIF最新的科技 這個Box Set除了這三隻碗錶之外 它還有一個特色 它有一個空格在裡面 究竟這個空格用來做甚麼呢 SANIF就說 如果將來我們推出一隻能夠量度千分之一秒的計時錶的時候 你可以買了這隻錶 然後放在一個Box 裡面 這個Box Set的定價大概是港幣40萬 限量50Set而已 而擁有這個Box Set的買家 它是會獲邀請到SANIF的錶廠 去親身體驗SANIF的El Primero這個機芯是怎樣生產的 好了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回顧到這裏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